你知道吗,经常放屁的人才是正常人,相反,不放屁的人,他可能是科学怪人或者是生病了,我们正常人一天放10到18次屁,放屁虽然是令人尴尬的,但完全是正常的行为,大肠中的食物会被无害的细菌分解,进而产生气体,一部分气体会被吸收到血液中,通过肺部将其呼出,其余部分从肛门排出。 根据美国胃肠病学会的说法,每天放屁10到18次是正常的,话虽如此,那些喜欢向着你放屁的人,他虽然也正常,但也请你在他们看心理医生,因为他们脑袋生病了。